這樣呢我們閒聊啦閒聊也是閒聊回我們一些比賽上面的東西 是不是覺得我們那幅的倒數圖面很漂亮呢 我們通宵弄了很久了 我們的技術 是啊都弄了十分鐘的 有嗎 五分鐘了 而我們的美術跟底大家覺得漂亮的不妨就 在訂閱的按鈕 訂閱就按鈕啦 或者可以直接播數到我們PayPal那裡 這樣就讚賞一下我們的一些美術圖案 或者你覺得我們做得真的很噁心 不妨自己幫我們做一幅漂亮一點的 然後再訂閱按鈕 按鈕啦 不如我們所有東西都說按鈕啦 如果覺得不漂亮的 在訂閱按鈕 然後我們把資金投放在美術方面 那就不同說法了 是啊 這樣就不同說法了 那這次的比賽目的呢 其實就純粹是為了我們自己個人的 據武漢官司所說 什麼叫做為了我們自己過癮呢 就是由於很多人都覺得 為什麼我們才Ban10隻英雄呢 其實我們都重申一次啦 大家都覺得 很多人都覺得不公道的 但是我們轉個頭來想一下 就是 為什麼這隻遊戲 現在出到120隻英雄了 真正落得牆的 只有20到30隻英雄 其實34已經算很多了 都誇張了了 那麼我們嘗試一下呢 將一些熱門主流英雄呢 首先在我們的比賽裡面剔除了先 然後呢 再看看有什麼法學作用 我們很想那一百隻 坐在藍板椅上面的英雄呢 能夠在一個召喚師鴨裡面 再次呈現給大家 那麼有什麼法學作用呢 我們都不知道的 尤其是在這一班的精英手上 會有什麼火花呢 那麼我們接下來呢 等一下 比賽開始的時候呢 就會告訴大家 有決定 那麼我們說回中文啦 那麼 為什麼我們很煩呢 這樣做呢 其實都還沒開始到 咦 馬上就開始了 BANFIK畫面了 看來大家都不耐煩了 看看 究竟現在召喚師鴨谷的BANFIK畫面 會起一個怎樣的波 首先 你會覺得 在昨天的比賽來說 有很多新的英雄出來了 譬如蛇女 逆命Gungle 會不會今天有機會呢 都還未定案的 至於我呢 個人來說 很想見一下新鷹啊 新鷹那隻 嗯 什麼叫什麼名字 其實我都不太記得 三個字 我記得是 多謝你用黑字的 不是 那我四個字 克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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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巴黎鐵塔的朋友 不就是巴黎鐵塔 巴黎鐵塔呢 這個英雄呢 這個新英雄呢 據說呢 其實是西雷西 和他 內德麗生的BB 我看得出幾多 對啊 也挺像的 那為什麼我想這隻英雄出來呢 因為暫時來說 他是全英雄聯盟最低勝率 在SoloRank裡面的 只有三十幾點 三十八點幾百分 好像新出的 那時候新出的沙皇都差不多是這樣 其實Banpick來說 都是阿奇爾 阿奇爾 和黎山卓都很艷滿 只是Ban英雄 阿奇爾 阿奇爾 其實伊利斯 其實伊利斯 在這個版本 單觸能力也很高 其實 那巴黎鐵塔呢 你覺得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 玩這麼多場呢 我玩了幾萬場 都是見過他一場的 我跟Woodie 對這隻英雄很有一個感覺 因為我跟他雙排Rank 那時候對面出了這隻 我們自己也出了這隻 我好像 好像見到他一樣 見到自己嗎 我們說了一件事情 就是 看到巴黎鐵塔 就說 我一定輸定了 可能人家用得很厲害 結果他死定七次 第一把電刀 他進了一把電刀成場 就完了 會不會在這個地方出現呢 因為其實 阿卡尼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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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SOLORAN來算 其實他是勝率 排列榜首 接近榜首 53點幾% 榜首 SOLORAN 應該有投10名了 對 所以都 挺合理的 至於伊芙林 Jungle 在這個版本來說 真的勝率不是太高 50%以下 不過伊芙林 是比較偏向 團戰英 其實團戰英雄 在這個版本 越偏向團戰英雄 越是勝率低 因為 現在 可以說 自從S2之後 防護 和攻擊 改了 數值之後 刺客類的英雄 是比較有優勢的 所以團戰英雄 可能 你需要做很多操作出來 但也未必見到這麼有效 比賽完結了 BANPIC之後 我就想和觀眾 盡量一個小小的賽前預測 我們待會會開一個投票 看看你會覺得 這一天的比賽 究竟哪一隊會比較大勝率 因為 當年 我們有客觀 要看 要等到他整隊人 出了名單之後 我們才會繼續有個討論 才是正確的 那究竟呢 待會呢 我們鋪圖拿出來 這個 聊天室 到的了 就告訴大家 究竟 這隊勝率 你們覺得的勝率 會高些 或是低些 我自己個人來說 兩隊 在我眼中 都未有一個定論 因為我很少 見這兩隊 人 其實是未見過他們 上比賽場 盡量一個對決的 那 消失中的事物 其實 比較出名 一個玩家 對 對 消失中的事物 他那隊隊伍 叫消失中的隊友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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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純粹 你 想著 這樣 我就這樣看 首先 我們重複一下 Band 身上 那男隊呢 首先Band了伊利斯 這個Walli Bear 就是佛力貝爾 還有最後Band了 那米 那 子隊呢 Band了 阿奇爾 還有黎山卓 加上潘森 都是一些本版本 比較 熱門的 一些英雄 不過 阿奇爾方面 其實我見到 台港奧服 其實比較少出 至於OGM方面 其實都有出局 來打中路的 還有一些歐洲聯賽 可以見到 B Jason 其實都用過 來打中路的 不過那時候 就被UF 的 立布朗 進行一個淺壓 那 現在 到這個Pick身上 子隊呢 目前 有四隻英雄 就選了 這個 崔斯塔拿 這個 摩金拿 這個 加里歐 最後一隻 我不知道是中路還是怎樣 很可能都是Pick 這個 卡拉威納 即是魔龍公子 比較震恨 你都不喜歡的 一隻英雄 看來他們是選的 加里歐 又出了 昨天出完 今天又出了 到底加里歐 這隻熊 有什麼能耐吸不吸引呢 我真的有些 看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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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覺得 加里歐一隻 好選擇 但可能他們習慣 在這個環境 其實 航服是一個 幾圓門的Pick來的 幾個威脅性的Pick來的 因為它是 我昨天都說過兩個原因 第一件事 上路 對方都是一些 法坦 法特 的英雄 例如阿卡里 阿卡里這隻英雄 多數都是 在上路 因為它是W 隱形逃生 彌補了 他一些 逃脫上的優勢 因為 好像雷姿一樣 以這個版本主席 因為 距離近了 他本身是黑制 這個樹人 這個 加里歐 但對市場其實沒有勾勢 但嚴格來說 他的體質是 可以壓制到 算是 螞蟻紮蝦中路 我只看現在這幾隻英雄 我都覺得 螞蟻紮蝦和EZ 加里歐這幾隻出場多了 我都覺得 挺感到欣慰 也都提一提醒 因為今天更新了一個 4.21的版本 今天是4.21 對了 我問一下Woodie 你對於更新了一個版本 有什麼看法 不如問我之前 你先說一下 你有什麼看法 然後再做個比較 在問我之前 不如再問一下 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是新版本 我覺得他改走這幾個筆 某程度上都改變很多 其中一個就是他的沙兵 可以 就算 如果敵人走出一個圈 的話 他的攻擊 觸發了 都是會觸發 即是你走出一個圈 都是會扣一下傷害 這個其實是差 因為有時候普攻差一下 就差一下 這些位置 還有他帶著 他本來沒有助攻 現在變成有助攻 暫時來說 我覺得如果我要給一隊 人 我會比較喜歡 我會覺得子隊的陣容 是偏向團戰收頭型 因為由卡特威馬 再加一個趨斯塔馬 做一些的追擊 在前排上面做一些的控制 控場 只要打到一定的控制出來 再加上一些fall up damage 子隊會比較有優勢 所以男隊方面 就有少少的輸出上面的不足 因為如果收頭來說 要單靠阿卡尼 其實在一個黑制上面 很有明確的黑制方法 什麼黑制方法 很簡單 插一隻紅眼 你那個輸出 或者這個位置 就會被對方所掌控 要單靠人馬 或者這個馬爾扎哈 做到一些輸出 其實有少少位置上面 一定要抓得漂亮 或者做一些反開來講 因為馬爾扎哈 本身他的技能 我覺得如果對上對方先手的話 有少少不著數 他可以做一些後手反制 如果先手的話 就會暴露了他的弱點 就是他要帶著 那這個版本的英雄改動 又對他們的陣容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影響 我其實不是很清楚這個版本 因為昨天我做事做到7點多 我還沒看到 不如你又講一下 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本身他這次的版本改動裡面 其中有一個版本改動 就是英雄改動 就是改動到加里歐的大技 就不會再受到任何銀性的屬性影響 其實這個對於加里歐來說是一件好事 因為本身如果是對著伊瑞利亞 又或者是出完水晶鞋之後 那個大技如果是減低了控制時間 其實對於加里歐來說是很不公平 因為始終你大技的影響能力是應該最大的 應該是比其他的裝備 就是好像劫那樣 他之前能夠被水銀投資去解他的大技 解他的大技的時候 對於這個大技是很不公平的 例如是減低這一類的大技 沒辦法可以再用水銀式帶來解開的時候 變相令到他們強了 對這一類英強了 但是加里歐始終都要靠著閃電 因為其實都是圍繞最近 我們最主要講過的問題 加里歐沒辦法可以去做一個先手 必須要做後手 對於克制阿卡里來說 我覺得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而且可以做到保護後排的作用 但是我相信 亦都有一件事我想提及 其實藍隊的陣容有一個相當大的利器 在子隊方面 在一個克制上 他講P5選一個索拉卡做support 其實很重要 他的沉默之陣 其實對於子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克制 因為子隊比較打一些的陣地戰 就算對方的突近 譬如悟空走進來 去到放大在EZ 放大在馬里紮哈 他可以只要運用他的反應 當然我講反應 即時可以沉默到 放在馬里紮哈附近的話 其實對方是沒辦法出到一些技能 譬如加里歐閃現進來 如果 萬一 可以 這個 索拉卡 可以及時 放到這個 沉默上面 其實對方是很難進去的 假設 這個卡特威拿 可以E技能進去 其實他 沒辦法立即做到一些傷 最後那些要走開 那幾秒其實已經是很龐大的輸出 我自己個人而言 其實藍隊就不適合打陣地戰 是啊 因為本身 本身 人家那隊有三隻以上 是打 一些刊戰 一些野區戰 打不厲害的時候 其實盡量都避免去打一些 野區裡面的 team fight 那所以 在於 藍隊的立場而言 我覺得 真的盡量避免去 就是 中期的時候 去打一些 野區戰 因為實在太危險了 因為本身 對著 Carolina 又或者是 崔斯塔巴這些 只要你 可能 給一個 輸出空間 其實崔斯塔巴其實不用說 他在中期的時候 我想 大約都可以隔場 可以打到一個回戰 而且他有火箭跳躍 又可以送你 所以我個人 覺得 盡量避免去打陣地戰 而且 Carolina 在一些 閘位的時候 輸出的 功率 應該是最大的 比起他在大路 來打的話 應該是比較大的 而且 還有悟空去 Jungle 配合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就避免去打陣地戰 而且 有阿卡利 有 人馬 這些追擊類 開戰的話 我自己覺得 可以選擇 去打大陸戰 又或者 去小龍的時候 去打天輝 都未遲 其實我覺得 如果男隊方面 他選一些 小型匯戰 例如2打2 3打3 其實對於男隊來說 是有一個優勢 相反 如果打一些 5打5的話 反而 現在只要有一個 壓倒性的優勢 真的 讓他看 這個索拉卡的發揮 他能不能運 你這個帳 真的可不可以運 對方的帳 來做到一個 高的限制效果 但是真的 這個版本的索拉卡 又再1 2 3 再nerve 了 究竟 他可不可以有一個 好的發揮 以及對線上面 簡單來講 只要被對方 魔金拿捉到 下路一雙人線 其實都危在單靜 其實 這個版 你說先 其實這個版 索拉卡 是增強的 增強了 增強了 其實我可以說是增強 一個是重組 重製 加利歐的英雄 其實在幾年前 我想起我弟弟打比賽 他好像我弟弟 不知對WE的戰隊的小弟打 我弟弟出了加利歐的英雄 那我弟弟出了加利歐的英雄 那WE出了一隻英雄 叫魯魯 就支援 只要加利歐一閃開大絕 魯魯永遠靠後面的時候 他大絕招逢誰都好 然後魯魯放大絕 立即可以反制到加利歐的大絕 一來他彈起的時候 斷了加利歐 二來還要補血 那團戰上加利歐的位置 會變得很尷尬 所以魯魯其實 如果你說要 counter加利歐 你支援出魯魯其實是一隻 應該是 就是幾 幾 counter 幾 counter 如果跟索拉卡比 他比較有效 也對 也對 那說起英雄的特色 其實在這個版裏 去Jungle的英雄選擇 其實不太多 你看到 都是圍繞對上一個Patch 洗野怪的一塊 那 吳風在這個版裏其實很難生存 因為自己本身體質弱 以及前期的技能 比起 比起 比起其他的Jungle英 算是 真的 Jungle清得快 傷害不是太高 所以他在Jungle上面 要出完遊學坎虎之後 才開始慢慢快 那就有點問題了 你看到他現在 他就不選擇 去吃三郎 然後回家去買狀 那就直接吃了熊Buff 這個舉動 就令到他的熊Buff 可能會比較快的時間 我又一次Q 沒有了熊Buff 怕的成功也可能會降低 那看到他沒有辦法 可以吃到熊Buff的情況下 就直接回家 我今集的Q 其實都挺進效的 其實兩方面的Q 都很準 尤其是魔金拿 目前來說 兩命中 所以我們講這些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以兩方面的Jungle來說 子隊的Jungle 比較 會做一些進行Gang的機會率大一點 因為人馬 很大的程度上 要是死了這個Bull 要是一直歸到龍才會有機會 有一個特戰能力 這樣就很大機會 在一個前期上 會有些Gang 尤其是血管之後 我反而覺得 是人馬那邊 會做出一些Gang 可能 悟空會做一些蹲點 因為悟空打反制 會比自己打才會好 因為始終他本身沒問題 而且就是要靠 他自己隊友 本身有限制位移的技能 才能夠做到一個有效的Gang 他要迫出一個閃劍 或者拿一個人頭 或者拿手殺 都是比較敏碎的 無論兩方面的Jungle 即是比起來說 都是要比較上六 來說比較安全 其實 因為人馬大技有向前 比較長距離的衝刺 然後拿一個 又再鎖定了這個EZ 但是好像 已經知道了 人馬的位置 還是怎樣都好 因為其實 我想藍隊在這個隱誘 始終有這個 GAM 索拉卡 來補血 人馬消失中的時脈 原來是未被對方看到的 所以這個位置 很有可能 引誘對方一波 再來打一波 卡拉Gang 視野上面是看不到的 嗯 所以 我個人覺得 現在 要去Gang下路都比較難一點 因為線比較後一點 而且有 摩金納的魔盾 和火箭條約 去做一個 後手反制 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他那一下 騎馬式衝撞 沒有辦法 進行到一個推進 沒有辦法推回 魔金納盾的範圍的人 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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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 兩邊的召喚師的人 是 中路戴電燕 盾 卡拉 蓮拿 相反地 是 Telipod 不說Telipod 因為 悟空在野區的位置被抓到 而下路是上次去保線 但 斷命3000D 就陷入了 有力疏說 來到這個地方 繼續上去打這個魔金納 再中了這個聖洛 不少了終於事物 會不會選擇過去再打呢 因為伊勢 最後的Q技能 做不到這個魔金納 所以楊翠武夾 唯有放他回家 有些可惜 放幾條生路 有些可惜 剛才那波多漂亮 給到寶貴 他先兼交得 挺合適的 尤其將這個魔金納 和這個 崔斯塔達分隔開了 卡特蓮娜 就6 2 馬爾斯塔克也6 沒有受到剛才他自己跑線去幫忙的關係 而導致經驗藉口所落後 大約 其實都是差三四個兵 問題不大 而5 那一集 只有4 這場比賽 相對於昨天 就沒有打什麼戰術 純粹打個對線 相對於是比較穩定 大概 我認為昨天 七分多鐘 都有很多進攻 至於Jungle拿會試一下去幫忙 一次就 比賽就只有一次左右 像是一個捉到對方的障礙的位置 捉到對方的障礙 手探底來說 加利歐是更加速的 因為暫時來說 你看三條路的對戰旗 其實中路和下路都沒有特別有一個很難制的 沒有說哪一方面是佔優的 但上路就反而是 加利歐的選擇是歸探底 因為他本身有技能清兵的關係 而卡利純粹是壓前 但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很有效的壓制 令到他自己的兵數反而有點落後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壓後一點來打 比較紅 有馬爾紮哈的技能 騙向退線 很難去控制了這條線 只要他用技能吃兵 但我都不可以說 我可以說 我問一下卡利 但是 不好意思 我聽到馬爾紮哈 哈哈 我要看二科醫生 其實我也聽到 馬爾紮哈嗎 我聽到卡特蓮娜 其實我是聽到 哈哈哈哈 我在想為什麼卡特蓮娜 你是說馬爾紮哈的呢 其實我是說摩金蠟 摩金蠟是呀 摩金蠟是呀 集體聽錯啦 靈體蠟有一個挺好的觀點 我覺得可以提出 就是摩金蠟的1.E技能 其實是 比較 比較 Counter這個 那個 Solite卡的一個 沉默之等 如果能夠及時放到一些主要角色入場關 其實都是一個 可以反制的手段 不過現在不要忘記 摩金蠟的盾 就是 以為沒有以前那麼op 因為只要擋不到幾下的魔法技能 一下都應該 一下就差不多 就會馬上破掉 因為破掉了盾 就 做不到一個 攻勢的效果 下面 的位置 下面的位置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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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到底 Eder術爾今場會 吃多少下 我今晚的Q 因為見他由對戰期開始 已經 關掉了很多下 暗影 暗影 如果他後中後期打回戰的時候 都是這樣吃的話 對 但是 卡特蓮娜帶了一個頭巾 你怎麼看 頭巾最主要就是解回米爾紮哈的大旗 我覺得是人之相處 對戰期來說 其實卡特蓮娜已經不需要 真的特別去 買一些AP裝備 去推高自己的AP 而 去增加傷害 他本身是一隻比較魔寸的英雄 因為他自己本身機箱比較高 所以他前期出魔防來講 對著一隻比較壓線型的米爾紮哈 都是比較好過的 而且他可以靠著頭巾去解回 解回可能沉默 或者其他紅疾的人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好的選擇 對 其實為什麼有時候我們主步會厚悟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音效設備 其實都不是太專業了 還有我們的設施呢 為什麼會拿呢 因為我們的設施呢 其實都是我們私人自己 銀河包出來的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的 不要緊要 可以捐贈一些的螢幕 捐贈一些音效設備給我們 來使我們實況更加專業更加成功的 我們在這個之前呢 如果 就真的很抱歉了 同各位觀眾說 因為我們沒有錢了 不介意可以加上按個訂閱鍵 亦都給我們一筆錢 來使我們實況 間接提高質素的 或者最好的辦法就是 你家人做醫生的 這樣就介紹我 或者蒙古 就看一看眼科 或者異科醫生的最好的 這個真的有 真的很窮 買過機都兩萬多了 不是英雄聯盟的錢啊 是現實啊 再提高質素就說完了 再說一場比賽啦 下路和平farm 對於EZ來說呢 其實 不是很好的一個 狀況啦 因為炮靈只有一隻 偏後期是英雄啦 最後呢 如果論平A的話 EZ招一兩招Q呢 其實就很難 跟這個炮靈呢 進來一個對打的 暫時來說 就看不到 悟空在後面 想做鏡頭 但是因為草蟲 有眼的關係呢 其實他走出多一步 都會看到啦 所以他就放棄了去 鏡下路啦 本身這條線都被壓得好一點啦 會來到了啦 開了這個大鏡啦 推開加利歐 然後更加 剛剛的給人 他自己斷大鏡 怎樣呢 以下看不到 離開這個 當然是龐的啦 但是窮追不死 為了追加利歐呢 攻堅了他的性命 令加利歐盡力的手殺啦 你是No Player 有少少奇怪 有少少奇怪 你覺得 這個位置追得太深啦 而且難得中路斷了他的Telepon 斷了卡拉威娜的Telepon 所以就 這個卡拉威娜的大推放 很奇怪 看不到啊 全送 是帶全送的 其實本身卡拉威娜還有這麼多的血量 他自己的裝備又不是WAP的話 我覺得就 應該這麼多卡拉威娜 自己加上自己的Flash 這一個Telepon啦 卡拉威娜 不是這個 阿卡拉威娜 衝了入人堆啦 但是大鏡好像還沒Reflash的情況之下 好像有機會再去收頭 可惜呀 尤其就給了這個補血 這個悟空啦 就沒辦法做到他的Full Up Damage 但是呢收頭的節奏來了 卡拉威娜加上崔絲塔娜 兩拿出擊了 令到對方的人緣接二連三就送入地獄了 這波靈換四 靈換四好劣勢 其實本身我自己覺得 Celliepon那個位置 其實不太好 但是他選擇去打 三個人那邊 而不是首先擊殺了卡拉威娜 才的話呢 那就是有問題 WOW 這個大鏡 上場莫及沒辦法了 其實時間點是正確的 剛才是時間點正確的 只要我適合傷害不太夠 傷害不足夠 但是 因為他出了想敵 他選擇了錯的那一邊 因為他如果是首先擊殺了卡拉威娜 首先上面剛才不會被卡拉威娜收了兩球 第二就是 本身卡拉威娜已經下來了的時候 火武能力那麼強的話呢 你首先最後衝那一刻又衝了AD 又不是衝不通 怪的 是一個小心 這個卡拉威打的目標呢 其實差一點點能夠打死這個 但是他變相 令到自己引了一個比較 不利的位置 沒有人做到一些 的 輔助他一些的攻擊力 馬爾紮克又是一個不太好的位置 其他的傷害都沒有辦法 在對方的殘血的地方 變相了 自己方 不斷殘血了 被對方的雙拿 即是吹斯塔娜 加卡拉威娜來收頭 真的很不利 但是暫時來說 阿卡拉威的法力都不錯的 可能拖多一點時間 可能就已經 這個雲陣有點歪了 所以一定要交出自己的閃現 歪了一點點 所以沒辦法之下就要加一個閃現逃命 如果不是等卡拉威娜 這隻技能冷卻不可以 他就要死了 又再一次 怕上路 啊 蘇斯文唱的大技出力的時候 這次就要成功了 至於上路 至於上路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其實加利歐這遊戲到現在 當你一隻英雄在對線期間 你只要沒有位移技都處於一個 不算是好英雄 當你沒有位移技 只要你沒有死面 基本上你都要死 要不然也不會去抓 這一場就是阿卡里的失誤比較大 或者英雄優劣勢的上面已經很明顯 紅隊真的做的事做得很好 無論陣容上是選擇 而且他們在一些默契上 都做得遠遠比藍隊好的 藍隊剛才那顆龍戰 其實最大的歸根夠大 都是因為這個人馬其實沒有帶著 沒有辦法做到更多的控制 變相令到對方兩隻的特進型的輸出 就能夠收頭 真的有些位置不可以打 剛才那個龍戰不能打 我會不會這樣看 打了就死了 好像有一個技能 但是會令自己越深 輸得越深 其實馬爾摘蝦都 如果馬爾摘蝦要做一個好輸出 他的位置是比較 比較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不容易找到 剛剛我覺得他二打一的時候 反而那個位置是 因為他本身卡達蓮娜的位置 閃不上去 其實他有機會 其實他應該在那個位置要擊殺卡達蓮娜 但他在那個位置還不可以事後 不是靈祖自己的團隊 打不贏我會知道 我們來到這裏 有十秒落去 嘗試鎖了卡達蓮娜 卡達蓮娜 開了上人頭巾 悟空收下了 馬爾摘蝦的忍後 中路其實就沒有插眼了 中路沒有插眼的時候 馬爾摘蝦都感過半解 其實是一個 挺勇敢的表現 我認為其實馬爾摘蝦 挺幽默的表現 其實馬爾摘蝦 我認為馬爾摘蝦的英雄是有點尷尬的 雖然大家覺得很高攻 但是他帶著最尷尬的位置就是 他除了控場之外 其實他是一個 其實他是一個雙 補血和吸收 但是斷命3000D 在這個位置居然就不用死 EZ一定是拼命 來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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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這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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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他最後被卡達蓮娜擋了Q 真的有這一隻擋我 有金身無無奈 我當了Q 要不他死掉了 我都知道了 好可惜呀 卡達蓮娜玩得很好 能夠幫他擋了EZ的Q EZ的儲物 EZ那個位置不能退 一定要打 我們在燒香燒燃荷的雁藉物 這個草蟲就來到 想去推進卡特蓮娜 可惜這個閃慢過場 閃慢心 順利比較小心的是 不空就繞一條後路進去 兩條的Gang 應該是兩大技 沒錯 加尼歐和不空就交了兩大技 有沒有機會可以殺到他 展現過場燃燒的效果 並未令到他可以 展現的效果 還未令他可以 保存的僥倖 這個閃現我覺得兩個比較好 因為那場場是很狠狠 其實閃現是很狠狠的 對很狠狠 我覺得是差一點 其實我剛才說 會準備好恥笑 他的閃現狀場 其實馬爾紮哈達絕 這隻比團戰藍 比較穩的位置 最大的問題就是 可能很多英雄都是 招控場技 但是他的招控場 是一個雙控場 除了控敵人之外 還要控自己 變相他不可以做一個 很靈活的走位 團戰上是 輸 所以馬爾紮哈 他的尷尬就是尷尬 在雙控場 這次真的 藍隊一個 絕對劣勢 在英雄上沒有優勢 而且本身濫滿一點 沒辦法 打出一個開戰 對 第二條小龍已經健在 但馬爾紮哈看起來 和他們的陣容好像 格格不入 好像格格不入 說真的 馬爾紮哈是反手英雄 但是 又看不出他們的陣容 是比較主動的 如果不空 或者加里奧入場的時候 馬爾紮哈可以 起多一個反制的效果 但可惜 每一次被人抓 對線輸 因為全面又輸 就沒用 沒辦法做到這些效果 那你們覺得 有什麼正手英 正手英? 正手英? 如果你 簡單一點 其實馬爾紮哈可以 做到一個先手的效果 但是危險很多 納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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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布朗開戰 對 對 他有兩招的威夷技 其實嚴格是說 四招的 加起來 不如看看我們有幾多個玩家 覺得 哪一隊會贏 我們 在你們看的圖中 我現在正在看 這個經濟 現在紅隊 首先領先4000分 最大的差別 其實就是在上路和Jungle 雜次不看Jungle 不看Jungle的經濟主 因為 索拉卡的位置不太好 租到三個 一個 這個大技 很可惜 就無法負責 沒有那麼大眼睛 可以擊殺到最下 人馬在三國當中 亦都在全部身旁 卡特琳娜的接門非常快 而阿三里純粹是 一個TP下來的時候 就擊殺了 她的癡探 那 解釋水人頭 又再一次 解釋米納哈的大技 很不可惜 哎呀閃遲了 因為 本身這個大技 我自己覺得 開得不錯 但是 因為裝備上面的 克制 就克制住米納哈這個大技 我自己覺得 剛才都說到 剛才兩位都說到 就 匹英上面 其實都不太好 這個 就是 憂亂就馬上出來了 其實人馬某程度上 他不算是一隻很 為什麼呢 他沒有硬CC的時候 他捉人不是那麼好 處於那麼優勢 始終 現在 葦儀技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 人馬又沒有硬CC 變相 他是 捉人的成功率 不是那麼高 按照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葦儀技 對於一個陣容 也是非常容易的技能 所以卡特蓮拿是一隻狗型 怎麼狗化呢 我看了幾年這隻遊戲 我也覺得 小龍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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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龍都被紅隊拿到了 只能看著他拿著小龍 而這個修拉加 又沒有任何限制的關係 只能夠 去到這個地方 被人去擊殺 神手 神手紅在這個地方 被人去抓到 也被斷命三千 到D呢 拿了也被人頭 EZ 這個地方有些有所謂的 哇 人馬居然能成功B了 極限B了 誰會剃頭 誰會剃毛 現在有71% 就覺得這隊伍會贏 也是我們幾個主播的正常看法 因為真的很難打 哇 嘩 最不捨 貼著衣服的盾牌在自己身上 加利歐 加利歐 其實加利歐控場來說他算是 其實他幾次阿姆妹正紅的 但是如果你說控場來說他比阿姆妹勾勝一點 但是他沒有特進技的問題 如果可以改一個 如果他有一招特進技的話 加利歐應該是一隻挺強勢的 冰鳥如果有特進技的問題 如果冰鳥放大著可以無敵的話都可以 如果冰鳥移速加到1,000敵 會超強的 插著全地圖都可以 真是 好奇怪 這兩個partner很奇怪 你也很奇怪 如果我們這樣玩 12呢打14呢 因為有三個兩個隊友支援了 繼續去強硬地攻擊這隻加利歐 可惜啦 這個沉默就不一樣 說得不太好 令到人馬處於一個比較不好的位置 開了exhaust 但是呢 這個居然不用死 嘩 你可以看到 有一條的 紫色的攻擊力的 深淵棒呢 就鎖住這個卡拉利歐 但是卡拉利歐可以走 其實都幾慘 但是好像燈下無所用 我剛剛發現一個小技巧呢 就是 其實加利歐應該不是太純熟 用加利歐應該不是太純熟 我發現他用帶著的時候呢 其實加利歐2技呢 是給他盾一個有方的英雄 包括自己 可以這樣給的 而加利歐呢 用帶著的時候呢 是可以用2技給自己 而又不會斷大技 但是我剛剛發現了加利歐呢 是用換大技 才給盾自己 他是好像 應該 這個選手 他是不知道加利歐可以這樣給自己 應該是 嗯 我也不知道 那就沒關係啦 學一下東西都等你 對呀 又上了寶貴一波 哈哈 剛才我的波反而是藍隊賺一點 真心 因為他們抓人的時機 都算是有一點 call的 令到 本身以為自己不用死的 加利歐呢 嘩 不過來回上路這個地方 上路這個地方呢 就被那個 Jungle的藍空直接打死了 你殺我的加利歐 我殺回你的加利歐 我覺得 他可以站在自己一個 曝光之陣 可以打 因為始終加防 原來 人家不是不知道 人家的WCV 這麼說而已 嗯 你怎麼不是的 其實作為一個不太專業的主播 你都合格的 哈哈哈哈 開玩笑而已 抱你哪有好啊 不要罵我啊 去到這個地方 其實真的很難打 差差不多10K 不過 又是 因為 跟職業隊 有一個 很差別大的地方 就是 他們 的節奏上面 很明顯放慢了 這個紅隊 如果 給了這個 職業隊的話 很可能會逼巴龍 或者是 做一些 比較大規模性的進攻模式 我們也是 搞一個比賽的原因 因為 如果沒有練習的機會 就沒有實踐的方法 我們現在提供實踐的方法 給大家的話 就可以 使用這些隊伍 越戰越強 好像龍祖兒那首歌 哦 就越戰越強 艱辛波折 就沒怕上 很難接你啊 大哥 那就不要接了 你先solo一下 你先solo一下 你繼續solo一下 你繼續solo一下 很好笑 有時候 在聊天室 即是 大家都會很幽默 快要加戰力的裝備 好像玩回我們去年代 有個咖啡 你也是加點戰力滾 嘩 來到這個地方 Q隊的combo又中到了 不過 好惜 沒有隊友來到 沒有辦法打多一點的damage 意思是 我不讓你再飛 在這個地方 不用再知道 QW中我了 不過 嘩 能夠 嘩 還敢先出去打 他都 有點勇敢 如果我是 Mina的反應到到 或者可能QCD到到的話 就馬上回到Q 加里歐的閃面 還差幾秒就有了 尖風也有閃面 基本上 強開的話 其實是有可能的 始終卡特蓮拿 也不需要太有固定位置 我覺得就不需要他強開 因為打多了塔 等於打多了鷹 其實他們如果塔底打的話 有一個危險性 就是可以讓阿卡里 做個收頭 而且伊紮瑞爾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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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金拿 在這地方 應該就 就拆過了這隻眼睛 亦都退守一個比較合理的地方 但是在四位旁邊的位置 其實就有眼睛在 而小龍亦都翻身了 放進金火的小龍 嘩 真是胡彩 馬桶要兩尾放 被過了一波的傷害 然後EZ 退守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可以帶著 但是阿卡里反而見到EZ這個地方 不輸出 他可以輸出多一點 令到他團隊上面阿卡里和人馬 衝上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他兩隻在打緊一下 但是後面的隊友沒有跟上 最主要是他的位置比較危險 首先吳虹已經開了大技 他們已經鬆弄了下面的兩隻先 阿卡里連大衝速入場 然後擊殺了 藍隊的兩隻隊員 現在你看到現在的情況 本身人馬又隔在上面 連大技都開不了的情況 都不密砲可以做多一個安全的輸出 唯一的退路就是可以 安全地離去 看到他剛才交完自己的E技 再加上自己的閃燃 他完全沒有信心可以避開魔金拿的Q 其實我 即是得罪他講句 我還沒看到那隻高端 是用閃燃來避開魔金拿的Q 即是有這麼大空間 讓你走位的道路上面 一樣 我也很同意這個Wood的說法 其實真的完全不一樣 很奇怪 你不說嗎? 我剛才有說 在總期的時候 我就不想討論 他在前期對前期的時候 什麼前度 你覺得幾多次魔金拿Q 但不說魔金拿Q 因為卡特蓮拿 其實已經是 跟著TP上去 那個位置比較尷尬 因為卡特蓮有 是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但是可以回頭殺 擊殺三五 不是這個奪命三千之 卡特蓮拿尋找到一個 比較不適合的進攻 但卡特蓮真的大技很難堆 但很可惜 加利歐這個大技 很快一點 如果他可以維持多一點的時間 其實卡特蓮拿 是不給他五隻 比較久的時間 但比較穩戀 是左手邊的情況 因為魔金拿大技 中了兩個人 導致卡特蓮拿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攻擊時間 剛才閃進去之後 就擊殺了兩個人 在整個團隊裡面 有機會可以吃到包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怎樣都要追上去 對 怎樣都要追上去 其實阿加利 只剩下那麼少血 我自己覺得剛才的會戰 打得挺混亂之餘 但其實他們是 處於一個四打五的會戰 紅隊 所以連四打五都打不贏 我自己 就覺得 那我幾乎可以再贏 快一點 不是贏紅的 基本始終是贏 其實我 如果你說說 由這一場遊戲 我認為 這一場比賽 我認為 其實簡易上 上路不需要那麼急 選卡特蓮 其實很多英雄可以選 哇 這個位置神奈 有機會Panda Q 如果隊友來到 但是很可惜 這條巴龍 怎麼都是給他們 因為 如果EZ 適當位買 大家來到 都有機會收到對方 但是 時間 始終 人馬都盡力過來 搶一條巴龍 一個不錯的嘗試 不過很可惜 裝 又輸 經濟又輸 三輸的情況下 香港就比較未來 嘩 其實他剛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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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錯的 而時機其實都 怎麼說 他是欠傷害的 其實整隊都欠傷害 為什麼 因為欠15K的經濟 最主要是來自中路 首先欠3K 而上路欠2K 然後追尼 不是 追尼 3K 而魔金拿 對於 支援的 經濟領先 亦都去到 3300K 左右 其實這個比較誇張 大概每個人 打多一件大裝 傷害 略嫌不足 是很正常的 我都覺得 旁邊有GA 誇張 其實都很難殺到 這個當然 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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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中這個 Svart Clan 還要運中 這個阿卡尼 全部都 查他的情況下 加利歐頂住 4隻的傷害 任馬 當年 變成真正消失的事物 還要被 這個 魔金拿 傷害 看來其實魔金拿 是一個消失中的隊友 真的消失中的 其實魔金拿 反而是自己的靈魂 因為卡特連拿 和加利歐 其實都很依靠 這個 那 只要 他也很優勁 這個 索拉卡 抗禁營的時候 加利歐 如果魔金拿 只要放一個盾 其實加利歐 和卡特連拿 都會相處於 很無敵的狀態去輸出 因為你不可能 用技能斷 的話 你不可以盲身打隊 所以加利歐 其實都 和魔金拿 算是一個 很配合的隊友 兩個 我會評論 這一場 其實我覺得 對線上也差不遠 你看到大家吃兵 其實甚至有優勢 但是真的默契上 團線上 默契上 還有陣容調配上 有些問題 那麼我們 這一場的比賽 第一場的比賽 就由 MDP 即是MAK DREAM POSSIBLE 首先取得 我們在一次 T M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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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P